最近有宁波观众在微信上跟我们反映说 从10月11日开始 宁波盈州区京湾华庭小区陆续有超过90位住户 产生了肠胃不适及腹泻症状 近10人入院治疗 短短几天出现集中腹泻的情况 这让宁波盈州区京湾华庭小区里的业主们有些心慌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虎将前往宁波进行了调查 台空期间过了两三天吧 也一直说肚子痛 拉肚子 我哪会拉肚子 已经很长时间了 经文华庭小区的住户告诉护江 连日来小区里陆续有人出现肠胃不适 甚至腹泻的症状 一家三口轮番的拉肚子 其中最严重的是一个不足17个月大的幼儿 小孩拿的就变血 第一天是饮血 第二天就是变血了 小孩是很小才一周岁多一点吧 幼儿在被家长送到就近的医院检查治疗无效后 又转到了宁波富儿医院 胡将电话联系了孩子的父亲 11号面的单子我们现在看出来那时候就有严血 到14号 15号的时候呢 就那个又严重了 又开始大量腹泻了 然后查完又还有人血 那么说那个叫什么什么 容胸感军那个东西 这位父亲告诉护江 与他孩子一起住院治疗的还有三个人 都是严重的腹泻患者 而整个小区内产生程度不一的肠胃不适患者 达到了90人以上 更蹊跷的是 这90位患者都居住在小区的四壮小高层里 就是上次台风得河水倒灌了吗 怎么这么臭了 这么臭呢 他打开这里的 我们一看原来这里是喝的水 我们还以为在顶上呢 顶上呢 污染总不一样嘛 是不是 今晚华庭小区一共就这四壮小高层 进200户人家 跟别的楼不同的是 这200户人家的饮用水 来自于居民楼前的地下自来水水池 尤其是台风飞特期间 地下自来水池曾被倒灌 所以住户们怀疑他们的饮用水源受到了污染 这个盖石呢 原来原来你帮我抬一下 原来你看原来就这样一抬 这个也是 这也是前两天才做的一个这个封闭式的 原来是一打开呢 一打开我们就可以从 这是两个那个就可以看得见的 看见那个水了 就可以看见水 盖石这样盖着的 但是它那个风险很大 风险很大 有这么宽的风险在啊 有这么宽的风险在啊 那等于这里面张东西还是进得去的 进得去 这么宽的风险怎么进不去啊 老鼠什么时候爬了进去 然后你看旁边旁边有个垃圾桶呢 是吧 风一吹那些 是吧 垃圾怎么不是进得去的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来呢 比如说消毒的消消毒 是吧 水里面清洗清洗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这样的 是在你知道之前处理的还是知道时候处理的 知道后处理的 另外呢这个水嘛有意味嘛 9号 尽管物业工作人员对水池进行了两次清理和消毒 但居民们是在饮用了水池里的水之后出现了腹泻症状 10月15日疾控中心前来抽取了水样进行检测 通过我们检测的话是正常合格的问题 这个水样 由于呢这个夏季秋季浮泻的原因很多了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也 领导区也有500个左右的浮泻 所以说这个原因很多 但是呢我们呢也不能完全排除 8号9号的饮用水相关 尽管疾控中心表示抽检水样是合格的 但小区住户却依然表示疑虑 因为从10月11日开始有居民出现腹泻症状 到15日抽样检测 4天时间里水样很有可能发生变化 而在湖江的采访中 不少住户对小区的供水方式产生了疑问和担忧 为什么要采用地下自来水池供水 水质安全如何保证 为此湖江请教了水业方面的专家 一般我们现在规划上提的话是六成 是我们城市管网直接供水 六成以上的话要他们自行加压 地下水池的话是有可能受到污染的 因为地下水池它通过地下水池加压的话 如果水池管理不好啊 或者是那个没有及时的清洗啊 时间长了之后啊 可能会有些这个卫生上的一些问题 相比发达国家 二次供水是中国的特有难题 中国城镇六层以上的小高层 高层建筑较多 为了让六层以上用户的水压正常 同时避免脆弱的公共管网 承受过大的压力 各城镇自来水公司 纷纷选择管网末端加压的模式 将自来水压至高层建筑的屋顶水箱 或半地下的蓄水池 再由蓄水池或水箱进入用户家中 那如何避免蓄水池受到污染呢 最好就是直接供 就不要通过这些水池水箱直接供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么这就是会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对于管网的压力 会造成一些影响 正是因为有二次供水这个环节 往往出现因为蓄水池或者是水箱 凝酒是修或者是雨水倒灌 导致饮用水污染的情况 不过这是宁波这个小区出现集中腹泻的原因吗 可以说这不过是个猜测而已 而我们虎将从当地的疾控中心得到的答复 也是模棱两可 也就难以打消小区居民们的担忧 在这咱们也期待 当地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让当地居民喝水喝得放心